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也是搭载了一块非常出色的车机的屏幕 这块屏幕现在应该说是行业里面属于顶流的屏幕 它的尺寸达到了45分分辨率达到了极度细腻的8K显示 另外它的屏占比达到了业内第一的98% 然后我们也是跟吉利的这边的小伙伴了解了一下 它这块屏的一个更大的一个优势在于它的宽度 之前其实在业内做到最大的宽度大概是800毫米左右 那么我们这次吉利银河一巴这款车上面 也是首创的将整块屏的宽度给做到1000毫米以上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体验当中呢 也感受了一下这个车机的速度 应该说整个操作体验是非常非常流畅的 得益于这个车机所搭载的8295芯片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就是我比如在整个页面之间切换的时候 我们来进入一些比如说相机啊 然后图库啊 或者是云应用中心这些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它的载入 包括我们的跟手的速度啊 都是非常快的 你好 银河 我来了 打开车窗 OK 啊 这整个体验 关闭车窗 OK 有点热 好的 为你调一下空调温度的 通风大一点 OK 调低通风 搞定 打开座椅加热 没问题 关闭座椅加热 搞定 大家可以看到我其实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连续发出了多个指令 其实你看到我们这个银河的给我们的反馈啊 也是非常的灵敏 同时它能根据你的语音 对吧因为我普通话也不是非常标准 它也是能很精准的听出你需要什么 然后并且很快的就做出相对应的这个动作 我觉得应该来说体验方面也是非常的不错 使用起来很便捷 尤其当我们车辆在高速行驶状态下的时候 就不需要去看着屏幕来进行一些操作 也可以说是在客观上给我们行车安全性也带来了一定的保障 你好银河 请讲 副驾打开爱奇艺 没问题 你好银河 怎么了 主驾打开爱奇艺 好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界面是应该说是银河一巴给到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惊喜 据我们这个极力银河的这些小伙伴也说了啊 就是说他们其实为了和Game of the Time 发这个游戏也是花了非常多的资金而人力和物理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最牛的一点是在于整个屏幕可以全屏显示这款游戏 其实狂野标射这个游戏大家其实还是比较熟悉的 是竞速类的游戏呢 在PC上或者是在那个主机上面也有很多朋友他其实是涉猎过的 但是在这么一个带预屏的这样一个这么宽的带预屏的这个场景下去使用这样一款游戏去游玩这样一游戏 应该来说是很少有人体验到的 尤其是当你是其实坐在一台车车内的时候 你更加会有一种顺临其境的感觉 极力银河的小伙伴也说 其实在操控这款游戏的时候他们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法 一种是通过触屏直接控制 还有一种是可以外接手柄 另外呢这个游戏在游玩的时候 它还有一个非常 我们讲就是考虑到安全性 它有一个设置 就是整个全屏的模式呢 只有当车辆是停止的状态下挂了P档以后 你才能进入这样一个状态 否则的话呢应该只能是负驾使用 这也是在逻辑上面去杜绝了一些比如说行车时候注意力分散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 好大家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我刚才游玩过程当中的当我点按那个氮气加速的时候 其实在车里面啊这个空调它的出风口风速一会跟着这个游戏的进程它一下就提高了 所以说整个过程呢就真的会让你有一种在赛车之内急速驾驶的这样一个体验非常有意思 今天我们跟直立银河一巴一天的结束之后我们会发现整个车非常好开 这是给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 在驾驶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它是一辆车长超过五米的车 实际上呢它是一款车长超过五米的这样一款行政级的轿车 但是它在驾驶的时候呢可以给你带来非常大的一种驾驶乐趣运动感啊什么的应该说是爆棚啊 它的整个性能参数呢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是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 这次我们是带着一种求证的这样一种态度来进行这个试驾 试完以后呢我们发现整个车的它的包括调教也好 包括它的整个电机三变的开发也好 就是说跟它的宣传包括它之前的一些披露的信息应该说是100%符合的 因为今天整个试驾的行程是在高速公路和那个市区的铺装道路会比较多一些嘛 整个车我们在舒适模式和运动模式下面你会感觉到整个底盘的它的一个变化 包括对路面的一个反馈它都会有一种非常细致的一些变化 尤其是在运动模式下面它的底盘会你能感觉到它带给你的那种扎实的那种侧向的支撑力 包括因为我们知道这款车的你在迷路测试当中它的最高的急速是达到了82公里每小时 这个其实是非常的出色的一个表现嘛 所以我们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也去试了一下它们的整个操控是不是像宣传的这样的好 那么我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说确实吉林和伊巴达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在铺装路面上面进行试驾的时候整个车你可以感觉到它跟手性包括它的方向盘的整个精准度都非常好 当我们在进行一些变道超车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这种汹涌澎湃的这种动力它来的非常迅捷 而且动力是很线性不会有太大的那种顿挫感 可以让你对车速的一个提升有一个提前的预判 你可以更得心应手也不会变得手忙脚乱 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因为我们在进行workshop的时候 吉林和的少伙伴也说了 新车会提供银河自家2.0 这样一个高级驾驶补助系统 而且它的智能水平已经升到了非常高的一个高阶的层次 当然在今天的整个新汤中我们也没有机会去试 但是这个也无所谓 因为等到今年下半年的时候 他们就会通过OTA推送给中端用户 那么到时候所有的银河一巴的这些车主朋友 大家都可以去亲自的去尝试